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悬疑小说《乡村鬼术》 作者 叶宇风生 由泡芙先生领先演播 请您订阅 第1240章 应该不是这样吧 大鹏鸟忽然开口 我皱眉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先前见到恶祖了 恶祖 他回来了 应该是吧 可是匆匆对我说了几句就走了 他说什么了 他告诉我说 地府与太阎山的战争已经蔓延到整个地府 甚至十八层地狱 地府之中万鬼痛哭 一片惨烈 十点阎罗等地府大佬皆是出手 可是他们并不能左右占据 蔑氏金禅问道 那丰都大帝呢 你认为丰都大帝能存在于地府之中吗 我淡淡地说 丰都大帝与薛园大帝五岳大帝都是一个等级的存在 他们或许有神殿投放在人间 但是他们的真身一定不存在 他们要是存在那太阎山之主岂有胆量进反三阶 小天师 你有什么对策对应现在的劫难呢 我指着地上的龙泉剑 靠他 小天师 就靠这把剑能够打败太阎之主吗 你可别逗了 蔑氏金禅哭丧着脸 这还怎么打呀 我自有办法 这一战我一定要赢 为了人间 我必须要赢 可是只靠七星龙泉剑怎么能做到 到时候你们会看到的 我指着天上的将臣 将臣已然入圣 他与刘光仙子能够联手托住太阎山之主一时半会 然后呢 蔑氏金禅问 到时候再说吧 大鹏鸟又说 恶祖还说了 太阎山之主并没有现身人间 而是在地府 天子殿崔府君坐镇后方 钟馗转伦王挂帅 总之一句话 战况不容乐观 恶祖又去哪了 他说有事要办 好像回地府了 好吧 蔑氏金禅看着太阎山圣者与师族两大神尊战斗 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太阎山圣者真强啊 居然能够和僵尸神尊打个难解难分 他们的战斗无法左右整个战局 决定阴阳界的命运的战斗还没开始了 蔑氏金禅朝我竖起大拇指 小天使我佩服你 老实说你比我主人更有魄力 魄力 我这是赶鸭子上架了 就在这时有这一道身影犹如流星一般坠落在地 太阎山圣者后卿他们居然打赢了 我有些不可思议 后卿从天而降 在他身后有一座庞大的兽影山洞 兽影抬手拍下 大地震动 硬是将太阎山圣者拍得嵌入地面 掌印所接触的地方皆是下陷树里 太阎山圣者从深空中爬出 神色骇然地盯着后卿 没想到你居然也极致升华了 后卿也入圣了吗 应该不太可能 可是太阎山圣者说的极致升华是什么意思 后卿星红的眼瞳盯着太阎山圣者 本尊岂是你们能随便欺辱 太阎山灭我失足 这一刻本尊便从你身上讨要利息 后卿引尸血而出 将太阎山圣者淹没 太阎山圣者脸色惶恐不安 这个结局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太阎山圣者身陷尸血中难以自拔 后卿冷漠地看了他一眼 飞升上去与银沟联手对付 另外一个太阎山圣者 谁又能想到 挽回败局的居然会是师族神尊呢 企图占据人间大地的师族神尊 难以预料 后卿与银沟联手 另外一个太阎山圣者 很快便败下阵来 后卿真是狠 将太阎山圣者杀的是片价不留 他不清楚要怎样 才能够杀死所谓的圣者 但是即便使出了所有手段 哪怕杀不掉 也要让他们失去战斗之力 后卿的力量得到了最大的升华 隐隐有与将尘一分高低的姿态 僵尸的力量来源到底是什么 我心中不禁思索起来 想到曾经看过一部电视剧 僵尸的力量来源于爱 莫非 不对 我否决了这个猜测 应该不是这么一回事 应当是后卿看透了 顿悟了 后卿到了至高的境界 将尘也是 失足拥有着这两位等级至高境界的人 失足不灭 我深深的泄了口气 现在胜算更大 红龙突然天空破碎 漆黑的空间裂缝犹如九游地狱 在那最深处之中 有着一轮圆月 一只布满纹路的大手 从空间裂缝中伸出 朝着银狗与后卿抓去 后卿身后的兽影 同样伸手抓去 两只庞大的手触碰在一起 空间立刻又如玻璃一样破碎 后卿张嘴喷出湿血倒飞出去 将尘仰天长笑 引得灵力共鸣 地上龙拳剑剧烈震动 发出一道道的剑银 终于来了 神秘的太阴山之主 那宛若九游地狱的空间裂缝中 一轮圆月不停地放大 最终挪移出空间裂缝 投射出阴柔的光芒 太阴之力 这一瞬间周围的动植物 肉眼可见地枯萎而去 蔑视金蝉他们也是惊悚万分 将尘体内迸发出惊天的血盲 抵挡住圆月投射下的阴柔光芒 将尘 你当真要以武 作对不成 空间裂缝中又传出 冷冽而沙哑的声音 令人不寒而栗 又一道身影出现了 流光仙子 他玉手挥动 虚空顿时生出朵朵莲花 旋转着朝着空间裂缝而去 后径冲天而起 与将尘和流光仙子 一起对付太阴山之主 地府大佬无法向灵界仙人跨界而来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 谁又能够想到 最后的战斗会在人间之地进行 蔑视金蝉他们瑟瑟发抖 龙泉舰渐渐终于被暗红的光芒占据 与此同时 龙泉舰振动的频率越来越快 动静也是越来越大 你们妄想抵挡我太阴山 太阴山之主两只大手 伸出了空间裂缝 将空间裂缝撕裂到了一种害人的程度 就好像是天裂了一样 那一轮圆域释放出更加恐怖的力量 将尘他们的确更进一步 却终究抵挡不住太阴山之主 他们节节败退而去 快了快了 我看着流域红光的龙泉舰 低声喃喃自语 必须圆满才能够发挥出实诚的力量 流远 接着 不知何时 马阴运出现 他一甩手 一尊青铜印飞来 这是马家所拥有的四项印 交给你了 三界安危 也全寄托在你一人身上 我代替三界众生向你说 拜托了 他的声音很绝望 带着哀伤 你也是金蝉替我接下马家的四项印 他颤抖的双手 把四项印递到我的手中 本集播放完毕 请您点赞 评论 打高 分享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天悬疑小说 乡村鬼书 作者 叶宇风生 由泡芙先生 领先演播 请您订阅 第1241章 绝望的气氛弥漫 马阴运双眸发红 欲哭不哭 或许他已经哭不出来了 蔑氏金蝉颤抖地说 小天使 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 我衷心希望你能赢 一定要赢呢 我保持沉默 我自知无法给他们希望 或许三界最后的希望 在四项印上 天空的战斗越来越激烈 将臣后卿再加上流光仙子 三界最强的三个人联手 却只能被动地 阻拦太阴山之主 他们发起一轮 接着一轮的攻势 却很轻易地 就被太阴山之主化解 太阴山之主是真身危险 却已经是恐怖到这个地步 三界落入太阴山的手中 三界众生就沦为太阴山的奴隶 一切生杀大权 都是太阴山说的算 阴阳悖逆 秩序大乱 三界又回到了最初的地点 需要致强者出现来制定规则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犹如是陨落的流星一般 从天而降 砸进地面 他是后清 三人中 最弱的他 最先落败 将臣与流光仙子 接近全力抵挡 拼的是鲜血流尽 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 这番景象是何其的悲重 太阴山之主 被将臣和流光仙子勾起了怒气 他冷立了一鹤 虚空顿时炸裂 流光仙子身前的莲花尽数破灭 如梦幻泡影般破灭 他郊躯轻颤 嘴角溢出腥红的血迹 身子宛若那断了线的风筝一般飘落而下 他多少年都没有再流血了 将臣壮弱疯狂 竭尽所能的拖延为我争取时间 可是即便如此 他依旧是无法抵挡住太阴山之主的强烈攻势 将臣意识败退 三界最强的三人都败了 蔑视金蝉他们目瞪口呆 眼中流出了泪水 不愿意去接受这个结果 一只手臂探出空间裂缝朝我抓来 我盘膝而坐 抬头望天 身旁的龙拳剑震颤的是越发剧烈 我伸手轻浮低声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颤动的龙拳剑平静下去 眼看大手就要抓下 周围空间突然扭曲起来 一道道身影钻出 他们是灵界仙人 对我来讲都非常陌生 可是我们都有着相同的目标 为三界而战 他们神色决然 施展出自己最强的法术攻击手臂 手臂上的纹路发亮 突然亮起了璀璨的华光 华光照耀之下 这一群灵界的仙人灰飞烟灭而去 萤火岂能与浩月争灰 话音未落 一双漆黑的眼瞳 从空间裂缝中射出 骇人的光芒将我锁定 这一瞬间只感觉头皮炸裂 全身的血液都是停止流动 你是吴的对手吗 太阴山之主轻描淡写的话语 却是充斥着难以形容的霸气 天空之上传了一声 接着一声的巨响 空间炸裂 化作无比恐怖的空间黑洞 那一轮圆月彻底显现在人间 与此同时人间大地 竟陷入无尽的黑暗之中 只有那一轮圆月最为醒目 三界之中 所有人都关注着此地 当他们看到悬跨于天际的圆月的时候 眼中的绝望蔓延全身 甚至有着太多的人眼面而泣 三界正道输了 说得很干脆 甚至可以说没有一点还手之力 太阴山之主强势是前所未见 人间是三界中最大的一界 圆月显现人间 便能照射三界 在太阴山太阴之力的辐射之下 三界之中的植物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枯萎 那被清冷月光照射的人彻底消失在了三界之中了 无要三界 堂下是地府还没有前往前线的各司司主 他们的眼神充斥着绝望 内心是崩溃的 夫君大人 三界真的没有一点希望了吗 有一位女司主带着哭腔询问崔夫君 崔夫君没有开口回答 一切化为一声哀叹 这一声叹息似乎注定了三界的结局 伴赏崔夫君缓缓开口 我没有想到太阴山之主 竟会提前对三界下手 我们谁也没有猜到他的计划 也许是他要打三界一个措手不及 浮屠众生向灵界 美丽而神圣的仙界 遭到了太阴山兵马无情的摧毁 演变着地狱的风景 在那一片片废墟之中 有着绝望而哀叹的哭喊声 是否爹娘 残缘断壁是灵界最后的风景 灵界一回三界少其一 即使还能恢复 却也是物是人非光阴几千年 人间在太阴之力的照射之下 人间大地不断有五彩华光显现 抵挡太阴之力的侵蚀 可最终还是杯水车薪 无法抵挡 大街小巷 高楼大厦 青泥瓦片中的人 只剩下绝望与深深的恐惧 太阴山之主施展秘法 将三界的景象显露在我面前 从画面中感受不到一丝的希望 有的只是绝望与凄凉 你是无对手吗 我与他对视 我不惧于你 无畏这片天地 太阳神力 显 我双手结印 口中立鹤 早已有神石勾勒在大地之上的太阳神符 亮起了璀璨而刺眼的白光 白光刺穿无尽的黑暗 带给三界光明与希望 太阳太阴 阴阳倒逆 白光逼腿黑暗 收拢在一起化作一团光运 与那团圆月 遥遥相对 光明与黑暗 太阴山之主探出空间裂缝的手臂 在太阳神灰的照耀之下 不断地溃烂脱落 残缺不全的太阳神符 妄图挽救三界败局 太阴山之主愈怒的声音响起 我缓缓地站起身来 与那空间裂缝中的漆黑双铜对视 谁告诉你太阳神符残缺不全 太阴山之主发出四哭四笑的声音 一下的太阳神符在无手中 你心中只有黑暗 没有光明 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这片天地存在久远 其实你说回就回 太阳神符散发的光辉 是代表着三界所有人的希望 心中有希望光辉不灭 邪永远也不能胜正 这是永恒的定律 因为你们这群 阴冷的生物没有热血 没有心 你们永远无法理解 所以注定了你们的败局 本集播放完毕 请您点赞 评论 打高 分享 下集更加精彩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悬疑小说 《乡村鬼书》 作者 叶宇风生 由炮福先生领先演播 请您订阅 第一千二百四十二章 大结局 太阴山之主怒声咆哮 我微然不动 默然地望着他 望着他那张丑陋的嘴脸 三界败局已定 你岂能改变这个结果 我不信 我现在就杀了你 龙泉剑之中血光如注 冲天而起 龙吟见明 太阴山之主怒而动手 手臂锁过之处 空间尽数坍塌 我面色淡然从容 伸出手去 龙泉剑到了手中 那要战便战 脚踏虚空而去 太阴山之主 磅礴的手臂横扫而至 空间崩塌 空间风暴刮来 我单手持剑 与那太阴山之主 正面相见 他似乎是没有身躯 心中震动 无法想象 他究竟是怎么样的生物 只破虚空 太阴山之主 抬起了手一指出来 所过之处一片寂灭 我挥动龙泉剑 演化混沌阴阳图 混沌图包罗万象 我闷哼了一声 嘴角溢出鲜血 太阴山之主 大手朝我抓来 是要将我捏碎 神剑斩魔 我施展出太陵阴阳术 龙泉剑幻化万千 斩在太阴山之主的手臂之上 阴暴之声震耳欲聋 太阴山之主手臂上的纹路亮起 给手臂加固防御 无数道剑影 无数道剑影斩在手臂上 留下道道痕迹 却无法打破太阴山之主手臂上的防御 青龙破熏音 白虎玄武 四象闲现其三 三大灵兽朝着太阴山之主狂奔而去 四象不全 岂能有力量 太阴山之主 双铜射出骇人的光芒 龙吟虎啸 三大灵兽霸气凌燃 不惧太阴山之主 碎吧 太阴山之主伸手抓住玄武 白虎吐出星罗万象的光滑 冲击在太阴山之主的手臂上 青龙朝着太阴山之主的眼瞳冲去 轰隆 你敢对吴动手 太阴山之主发出雷霆之怒 腾飞而去的青龙猛的一停 我怒声喝道 青龙你做什么 青龙仰天长笑 摆动尾巴冲去 太阴山之主 漆黑的眼瞳射出光芒 将青龙拦下 而后摧毁 青龙身体破碎 我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白虎玄武涣散了 三界没有希望 你还没有资格做救世主 我惨然一笑 自己认为最强的攻势 居然如此不堪一击 龙泉剑发出一声悲鸣 我低声喃喃道 你怕吗 龙泉剑颤动 你既然不去 那么我们便与他拼个你死我活 傻傻傻 连寒三声 我的双眼爬出星红之色 三境磨心 人与剑皆是入魔 这是我最后的底牌 若是到了这个地步 依旧不能看到一点胜利的希望 三界便将彻底沦为太阴山的底盘 人与剑相通 叫他虚空呼啸而去 直取太阴山之主漆黑的眼通 他大手拍来 我依靠速度闪躲 剑光呼啸而去 斩在他的手臂上留下一道剑痕 我看准一个地方狠攻一点 势必要打破太阴山之主的防御 我一顿猛烈的攻势 同时借助纪州顶 射日弓等神兵戾气的力量 三尊四项印拖着长长的滑光 与太阴山之主手臂轰然相撞 产生的冲击波撕裂空间 太阴山之主手臂上那层防御 终于出现裂痕 斩 人剑合一 携带着无尽的战役而去 咔嚓 龙拳剑斩在裂痕上 太阴山之主 接触那层防御彻底破碎 射日弓对准他的眼通射出 济州顶释放出山月般沉重的力量 镇压而下 四项印不断地撞击在太阴山之主 他动怒了 天地震荡 无形的力量冲击在我身上 我不停地喷出鲜血 气息越来越弱 太阴山之主两只手臂抬起 缓慢地合拢 那宛若小山般的手指相碰 结出神秘的印法 悬挂在天空的圆域 释放出浓郁的太阴之力 此消彼长 太阳神符散发的光辉开始减弱 我将四项印射日弓 祭州顶全部照到面前 握紧拳头狠狠地垂在心口 喷吐的鲜血洒在眼前的神器之杀 滑光交织 璀璨亮眼 四项印飞出 青龙白虎玄武再度显现 五彩斑斓 美轮美奂 犹如身皮无彩甲咒的战神一般 霸气侧漏 摄日弓散发出刺眼的华光 照耀大地 祭州顶与那三界中的 其余八尊神器遥相呼应 集中最强的力量 我以自身的精血 激发出这些神器最强的力量 做最后的殊死一搏 此一战必须分出胜负 不是我死便是他死 太阴山之主怒吼道 蝼蚁妄想成英雄 蝼蚁也作以掀翻大象 他一掌拍下 三大灵兽吐出 绚丽夺目的五彩花光 与太阴山之主的手掌轰然相撞 太阴山之主手掌顿时出现裂痕 五根手指掉落 这一幕是多么的惊悚 又是多么的振奋人心 死相聚合 我发出歇斯底里的吼叫 太阴山之主漆黑的眼瞳突兀的出现一团火焰 然后就看到朱雀神鸟从他眼瞳中飞出 他的眼瞳居然可以容纳万物 朱雀神鸟在虚空中盘旋 化作朱雀印飞来 太阴山之主冷哼了一声 伸手抓向朱雀印 我一挥手朱雀印飞动 四象灵兽在空中起舞 白转千回 四象起舞引动天地一向 天地为之变色 巨响之中 太阴山之主栖身向前 这一片虚空中顿时生出无数雷电 噼里啪啦的乍响 犹如鞭炮齐鸣 我脑袋瞬间重写 骇然地看着他 他并没有真身 而是因为他太过强大 被人间的规则秩序束缚 他发挥出无穷的实力 双手将他虚空撑开 身影在眼前跳动 闪烁不定 风灵斩 我双手紧握七星龙拳剑 树在心口 引动天地灵气 发动之强的一线 风云变幻 天地黯然 太阴山之主握起拳头 与我悍然相撞 一触即分 我喷出了一口鲜血 体内的气血 在这一瞬间几乎消耗干净 天道已死 谁能阻武 我的脸色惨白 毫无血色 已经拼尽了全力 却依旧没有一点办法 这一战败了 三界正道败得一塌糊涂 七星龙拳剑黯然无光 剑身布满了裂痕 咳出一点残血 我绝望地看着太阴山之主 他的墙足以撼动荒谷 战局已定 三界之中关注战况的所有人 在这一瞬间 在这一瞬间都像是被抽空力气一般 满脸绝望地瘫倒在地 土 太阴山之主发号是令 三界邪气炸起 太阴山兵马开始大肆屠杀 他要以杀利威 将三界众生杀怕 哪怕是口服心不服 他双瞳盯着我 该结束了 从哪里开始 就从哪里结束 是啊 从哪里来 就从哪里结束 我费尽力气地抬起手 飞舞的四项印撞击在一起 滑光漫天 半分钟以后 四尊青铜印合似为一 化作一尊透明的光印 留意的光彩 悸动的天地能量 显示着这尊光印的不平凡 灵虚印 传说中能够看破虚空 穿梭过去未来的神物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 他阴山之主微微动容 一旦我发动灵虚印 将他带到过去 他所做的一切都将白费 我正正地盯着他 脸上露出从容的笑 这一刻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只有牺牲自己 抬手指向灵虚印 滑光之下一切宛若虚无 轰隆 光阴流转 虚空扭曲 我看着他喃喃道 阴阳道逆 天道不显 你已经凌驾于天道之上 我别无他法 只能将你送回那个上古乱世 你 你 扭曲的虚空出现一个光圈 太阴山之主慌了 我随你去吧 我怒吼了一声 踏步而去 我与太阴山之主 一同消失在光圈之中 脑海中浮现过一幅幅熟悉的画面 一张张熟悉的笑脸 李军 你到底是谁啊 卢前卢坤 明智和尚 所有人从我记忆中消失 渐渐地我的记忆回到十多年前 回到了刘家村的生活 爷爷 母亲 虚空中绽放的光圈迅速缩小 最终化为虚无 虚空以一片寂静 再无半点动静 三界正道在经过短暂的呆滞以后 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 他们开始发起反抗 将太阴山的兵马赶尽杀绝 没有了太阴山之主的威慑 太阴山的兵马 再也不能抵挡三界正道的攻势 人间大地一片萧条 将尘与刘光仙子对视一眼 感到不可思议 刘光仙子开口道 原来四大仙族后 以手中的四项印 是灵虚印分裂而成 原来一切早已注定 将尘感叹 此子至今 可动天地 他不死 人间不灭 缘起缘灭 换作其他人 带不走太阴山之主 他们去了哪里 也许 去了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时代 刘光仙子 毛子望着虚空 低声喃喃 小子 希望你还能回来 姑奶奶可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告诉你 你难道不想知道 你媳妇到底是谁吗 人间地府灵界 三界正道经过半个月的苦战 终究是将太阴山兵马赶回了属于他们的阴暗潮湿的角落 三界恢复光明 又有了希望 三月盛开桃花 人间处处是春风 一年又一年 那些苦苦等待着我回来的人 心中无限失望 灵界 人间悬门 共同为我立了石碑 为了纪念我拯救三界的丰功伟绩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淡忘在他们的记忆中 犹如镜花水月 看似美丽一触击破 再过几年又有谁还能记得我呢 抬头望天 白天是太阳 夜晚是月亮 哪里有我呀 没有谁会记得我 也许在以后有人看到 那为我而树立的石碑 甚至会唾弃地吐口水 唾弃坟墓 人死了之后最惨烈的景象莫过于此了 不知道是什么时代 只知道满地的大型凶兽 那手持自制刀戟的人正在追赶野兽 从虚空中跌落在此 太阴山之主没了讯息 灵虚印不知所踪 我已经没了回去的希望 或许在这里我才是真正的解脱吧 就在这时 一个围着兽皮的小孩跑到我的身旁 激里咕噜地说了几句 我大概懂了他的意思 他转身就跑 我急忙跟上去 在一处山头上 我看到了一个 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他看到我的时候 也是目瞪口呆 无比震惊 他是谁 我心知肚明 可是 他的茫然表情 并不记得我是谁 我释怀一笑 原来什么都忘记了 可我 为什么还记得 你好 乡村鬼术全书为您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 感谢观看